《祭典演奏》 各位同學 我們這個課是細細演技學 那么和这个中国戏曲史 是好像很相见 但未必相同 我们台大虽然一直有戏曲的课 但从没有开过戏曲眼镜时的课 因为在台大这几十年来 讲授戏曲的时候 把我一直到现在 才觉得我可以有充分的能力 可以来开罪无可 因此我们的讲法 未必和一般的一样 因为每个人都有他的戏曲史观 也都有他见过戏曲史的态度方法 态度方法不一样 所做出来的询问就会不一样 所写出来的书也当然不一样 因为我一直觉得戏曲是一种文学和艺术的综合体 而这个综合体 彼此之间 彼此之间确实形成个有机体 有机体 那么文学里边所含括的 几乎是所有的中国文学的体内 都可以包含在这里 他的艺术 也可以说是中国所有的表演艺术 都可以含融在里面 所以他的复杂性 是非常高的 有人常说中国的戏曲成立得很晚 那是要看什么叫做戏曲 你戏曲的命意 是怎么想的 打个比喻说 婴儿是不是人呢 如果你把婴儿不当做人 那么婴儿出现就不是人的成立 如果你把婴儿当做人的出形 那么有婴儿就会有人的一个原始开始 这个道理 是这样子 还有我们说它是个综合体 譬如说我给各位发今天发的讲义里边 今天请各位 请各位 翻开 第二 我们会配合很多的讲义 如果没有讲义的话 你们跟不上 而且呢 分一年学下来 学不到什么东西 但有了讲义 你自己好好躺下用功 就会说获很多 但是我不会勉强各位 不会来见各位 就看你们要怎么想 你看这个目录是 戏曲聚总眼镜石考树 可见这细球眼镜石考树 可见这细球眼镜石考树 是不是细球眼镜石的一环呢 也就这一环只是在说什么而已啊 只是在居宗 可见 戏群本身 居宗只是他的其中之一 那为什么用考树呢 什么叫考树啊 要不要经过 学术的处理 所谓全家全农嘉庆年间 我们的考证学最发达的时代 的自学的态度方法 把它写出来 也就是说你所说的 要不要多有贫有质啊 都要有贫有质 而且把它说得清楚 说得叫树 你看看 这个只是具种的考树 你们回去以后 把这个章节当务翻一翻开 它是多么样的复杂和破误 因为这个书始祝由戏曲研究以来 还没有人写过 我已经把它写出来 而且在北京的人民文学和现代文学出版社 联合要出版 到底印了没有 还没有恢复你 他从今年六月要出到现在还没有演 我希望各位上课的时候 你就可以拿到这套书 它一共有三大车 每一车大概有四十万车 所以合起来是一百二十万车 因为它是每个问题都经过考树 不是是叙述 一般的西区是叙述的东西 那为什么考树呢 戏曲这种顾名思义 就是戏曲的种类 戏曲的品种 那么要研究戏曲史 如果对戏曲的种类品种 不先弄得清清楚楚 你如何了解它的发展的历史 所以这样的一个考树 可以说就是等于我们形成一个人 人里边的股价 先把股价建构出来 就像我们要带这栋房子 这栋房子的钢筋水泥柱子 逢阳 如何隔间 如何分配 后房厨房客丁 这个建架 都把它设置好 这个 这个一定要非常精准 如果不精准 你来 将来在里边装潢 将来在里边 这些民药 起居使用的 都会很糟糕 所以这是一个 戏曲史的根本的前提 而 从晚清明初以来 研究中国戏曲史的学者 研究中国戏曲史的学者 没有一个人愿意下这样的功能 没有一个人 所以呢 他们写出来的戏曲史 本身的正确度 当然就不成 叙述 调理 当然 就不成 我们拿这个来论述 是打破 时空的制约 因为 因为一个巨种 他不会因为 时代 的 兴往 他隐蔽的兴往 这是时间 不能制约 他不会因为 你分为蓝笔朝 而就完全组合组 所以空间 也不会完全制约 你一定要打破这个时空 才能真正了解 这个戏曲 他的 埋龙去末的头绪 而不是像现在 原杂局 而我们以为 杂局到原代就没了 事实上 原杂局这种体制规律 是蔓延到 明代一百二十字 都还相当修盛 我们说北曲南曲 其实 其实北曲南曲 因为越过长江 南下北上河 以此怎么样 交会融合 戏曲时 就能打破这种 时空的制约 才能真正看出 他的头绪 那么为什么我说这只是 戏曲编 重要的一环呢 因为巨种本身 那像我们人来说 一个人 是不是从这个区域 他的年轻老化 年轻成长 这个人 这见说老化 这样的一种 成长的立场 就是这个人 真正的一生呢 当然 不是 那是一个怎么样 生命体的一种成长 你 这个人既然在天地之间 你就有你的生活 就有你的思想 就有你的 就有你的 创作 就有你 影响的能力手机 建立出来的 生命量 这一些 加上你的个人的区域 才是你整个的 这个人生 所以 戏曲是 所要他问的 就不只是怎么样 戏曲 具种的 这个 他的 眼镜 他的 原生 成立 发展 以及 这个 衰弄 消毒 这个例子 他一定有 这个具种的 戏曲 艺术 这个具种的 戏曲文学 这个具种 所拥有的戏曲理论 在指导 文学思想的戏曲理论 也就这三者 也就这三者 就是我们所说的 怎么样 现在所说的 软体 而 具种本身就是 硬体 所以具种本身就是 西齐文学 艺术 理论 的 的载体 所以 真正 戏曲实 应当要加上 三方面 戏曲文学 演进 戏曲 戏曲 艺术 演进 戏曲 理论 演进 戏曲 这四则 这三则 以戏曲 具种为 载体 融入在 戏曲 具种之中 他整体的一种 眼镜的趋势 才是戏曲 整体的 眼镜石 各位我刚才说了这半天 都可以了解了吗 说我们的戏曲 眼镜石 之所以和别人不一样 是在这里 而他的最根本是什么 具种 戏曲 具种的 眼镜石 可是戏曲 具种眼镜 没有经过一种 科学的 去研究 考证的话 常常都不清楚 所以 现在戏曲 里面存在的 许许多多 没有解决的问题 比如 原杂局 大家都说 原杂局 原杂局 说的是不对 人 说别精打开 那么不可能 怎么原生的 怎么说才成立的 怎么说才整新胜呢 最近大加之后 如何原生 如何成立 到现在没人知道 如果是要说谁知道 我们这个书才知道 因为只有我们考察 也因此为什么要花那么多的功夫 在我已经退休的年税里面 我才把它寻出来 才直到今年书要出来 才给各位开这一本课 你们也许会觉得很奇怪 不是一边教一边学一边学吗 但是我是另外一种处理法 把戏曲的剧种的延伸的各阶段 把它分析出来 戏曲文学的内涵 戏曲艺术的内涵 戏曲理论应具备的内涵 然后一个一个给它研究 到了有一天汇聚而成 就是一个整体的概念 所以这几年 我在中英研究院文哲学 出来一个戏曲艺术的内涵 与眼镜 戏曲艺术的内涵 与眼镜 在三名书籍出版了戏曲学 戏曲学 戏曲学 包装的内涵 各种这个理论啊 观念啊 观念啊 总统呢 也是大成 其中音乐最麻卜 独立奕成 例为识论 比如说 戏群的资料 应当有哪些资料 资料怎么取得怎么运用 就有资料论 戏群的据查 有哪些类似 每种类似 有什么样的特色 产生什么样不同的文学艺术 甚至于观众都不一样 所以戏群的巨大 巨大类型 戏群的 演出 是个什么样的 演出的情话 成绪 戏曲的角色 生难经梦头到底什么意义 到现在没有人搞清楚 只有我们搞清楚 那么这个角色 和 其中的人物 和演员之间 有什么关系 你看光这一点就没有人说得出来 我们的角色 我们的角色 圣诞旧梦头的角色 和梅兰芳这个演员 和梅兰芳这个演员 梅兰芳这个杨贵妃 这三者之间有什么关系 决策是怎么来的 象征着什么意义 等等 吸取所用的题材 和每个时代的 政治社会 有什么样的关系 为什么每个时代 会反映不同的 这一些 表现不同的政治社会现象 为什么 吸取的体制规律 包含什么样的内容 吸取巨种 吸取巨种 要做它的分野建构 要从哪里迁入 才能够做精准的吸取巨种 的分野分辨 吸取的影员 包含哪些语言类型 不同的菊种 有不同的戏剧语言 那么它产生了什么样的文学推手 等等这总共有识论 在商民书局 已经出版了几年 司法成了 另外就是 我目前正在足以突破的 就是重要的作家作品 当然这些年来 许多的作家作品我已经写了 但是也有一些还没有写完 因为作家多如尼环 作品怎么样 浩入烟海 编曲杂局最著名的作品 王师傅的西乡子 都认为是王师傅的西乡子 大陆在1960年代 被两派打了一大价 打了梵天中山大学的王继思胜利 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 无所称权 这不可能是王师傅做的 我找出了六条疑问 那个时代连电话都还没有 我还要跑 从我们台上 跑到温州街 我的老师 郑谦 郑英伯先生的家里 我的老师啊 我现在又重古思乡 越读越觉得 不可能是王师傅做的 疑点太多了 从各方面的疑点太多了 老师说 郑亚 你做一下吧 他到他的书房里边 把他不书的笔记 西乡记里边夹的疑点的条子 说我也这么想 我老师 你先说说你的疑点子 结果老师大概 有八点 有八点 那我有六点 而以我的公意 我已经非常地高兴了 其中和老师相同的 有四点 老师有的 我没有的 有四点 我有的 老师没有的 老师有两点 我们师生一起对照 越想越对 我们越对 怎么大家都没有发现 我说老师啊 你赶紧把它写出来 这是一个学术上 非常严重的问题 非常严重的问题 老师博文就把它写出来 就发表在幼师学子里面 就有西乡记 咒证 心口而心难 好 我现在在写西乡严谨时 又碰到了 西乡记要下语写西乡记 我再把西乡记重复一遍 又把老师写的 看一遍 然后呢 我说佩馨啊 你早早大陆最近有些 什么人写的 和我们一样的 有怀疑的观念 结果佩馨一挖出来 就是当年1960年代 他两派打架的文章 我一看 大陆那边打的只有王级世界一点 有道理 我和郑老师都没有发现 其他都不说八道 所以呢 你呢 我就在老师的基础上 很快速的写一个四五万字的 西乡记作者 我那个就是 心口再探了 在中山大学的语报 把它发过去 你看 像这样在 戏剧时的过程里边 碰到 西乡记 因为西乡记 是那么重要的一个证明 争论性最高 你如果说人人意 别人怎么说 这个洪玉柔怎么说 这个张文美怎么说 管得我不管他们怎么说 我也不知道怎么在对 常常学术是这样子 自己没办法 就把别人说一说 最近很不错 不错 起码要看到 如果说我们 又要在他们之上 重新突破 那又是你这样的 比如说 我们对于牡丹庭的研究 由于大陆网 说中国的昏据 被联合国在 2001的5月 第一批 第一个 规定第一个 恰好排第一个 被联合国 纳为人类的 共同文化资产 地位很高 所以大陆 平面这个 投注资金 就平面远处分群 而设立了两个研究中心 我都去那边做过专门家 一个在汤贤祖的穗川 浙江做过现任的穗川 一个是汤贤祖的家乡 铃川 所属的 因为这个 捕捉所属的 铃川 两个研究中心 那全国各地世界各地 开了国际学术会议 少说我们在台湾 也开了好几次 我光应邀去发表论 我做主题相议 就有六篇 我一个人 有时候我都不想去 你拿我什么 炒同样的乳饭 你们就可见这动 那个真的汉民冲动 好 我现在又是 戏剧眼前去 又碰到唐贤祖 唐贤祖不能不谈啊 如果要把人家写过的都拿来看一看 那你就写不下去了 花十年呢 恐怕都顾不完他的容量 而且阅读呢 有时候是胡说八道 胡说八道 这种东西太多也没有必要 所以呢 我就把历来 大家没有解决的三点问题 第一 母丹庭的思想的指趣 这爱情观到底是什么样 大家都谈母丹庆爱情 有谁谈对了呢 我谈的方法还那么一样 我是拿我们中国传统的爱情观做基础 也就是中国人 自古以来的爱情观 是哪些思想 儒家 道家 还有佛家 观念中的爱情是什么 还有我们文人诗词里边 最讲究的爱情 最避大家所耕诵的爱情是什么 我们最伟大的作品 古诗词 古诗 还有说唱 还有小说 戏曲 被传送的爱情是哪些类型 那母丹庭在这里边具有什么地位 这个观念 这样的论述 母丹庭的爱情是没有人读过的 所以我就不管别人 独立一章 他们在这里边也解决了 母丹庭里边的爱情 我们一般都很容易看出来 还有什么呀 有梦中情 有人说什么鬼中情 人鬼情 四章梦中情 神经当是什么呢 文与有情 他作鬼与有礼 还有这人间情 世间情 这个世间情 说的很小 有没有人说了 柯老师有没有说 他说了 那我按他不忙 四千零其实是 汤贤庭最要强调 但是写的最糟糕 他写的最好的是 命中情 魂入情 世间情 他的笔梦就不能超过了 所以世间情一边 不管文字 不管情景 我一直觉得 让我三分三分大 好 这个问题你可以讨论 我们当年大家都说 他是不是澳洲天下人赏子 他澳洲天下人赏子 为什么一直在演呢 这个问题 我方位这个问题 写了好几片乌鸦 也是受到最大的重视 第三 没有人注意到 牡丹庭这个 这部戏曲 著作 就剧种来说 是昆山水蒙调以后的新传史呢 还是我所说的昆山水蒙调以前的新南系呢 它最终不一样 整个的体制规律 音律音乐都会不一样 可是现在的学者 都没有能力去研究戏曲的音乐 几乎都没有 所有都必要不谈 因此我写了 五丹第三论 用这个 我举这两个例子 也是告诉各位 我对西区史的研究 还有想说 碰到这一些 疑难杂症 大家都在讨论 许多的疑问 还没有定论 第一 我们不能够逃避 因为戏剧眼镜是 它是重要的一半 那么有这样的 戏曲的作家 作品的眼界 戏曲又融入了我们的这个 戏曲剧种里面 它就有学有学 所以我们剧种 为骨干 戏曲剧种的草树为骨干 戏曲艺术的那样 戏曲理论的这个什么呢 戏曲名家名作的作品 戏曲名家名作的作品 戏曲名家名作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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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没有明代新学的反动 这个 广锁人新学的反动 出现了像李卓武这样的突破传统的文人 向达官和尚突破传统的残血 是产生不良 类似你干土里边的思想 所以中国人谈情说 在晚年以后产生一些比较新的危险 比如说 这个紫菜季 它写男女之情 它可以男女不相见 这种心灵感应之情 这个也是一成年 等等这些 如果呢 我们也把整个中国戏区域演进一边 从哪一点来观栏呢 来观栏 这个 每一个剧作家 他们的创作目的 我曾经做一样暗示的 那么写作的动机目的 就很清楚 第一 传统的观念里面 有古人的奉剑书 你们都知道诸儒 古迹辉谁 来奉剑军 这个义教的意义 这个什么义奉剑书 以及灰神 这是古幽的传统 其次 儒家思想统一了以后 所产生的教化 逆教一乐说 第三 司马迁 一个读书人 招式过我 说 这个 把满腔的优分 要宣泄出来 说文学是来宣泄 之说 第三 第四呢 也从这种生发出来 那就是要反映当时的政治社会 就从这个生发出来 还有呢 就是要追求 人世间 难以自己 情万互争 万互争亦 这样的结局 当然 也有呢 大官贵 贵主 或者 本身 是 仕途 仕途 得益的大官羊 就利用他的文学 来装点他贤士的身体 这种啊 是最不动人的 但是他的文学都非常清涼 还有一种 死静淡 当晚清明初 就用来做革命宣传的工具 共产党 共产党 就利用他来做 国共和斗争的工具 国民党就用来做反共和抗热斗争的工具 抗热斗争的工具 也就说把文学 当作一种宣传 为政治而服务的 目的 这个在古人文学 可是近代为中 好 好 我们再讲两句话 结束第一堂课的开场 可见呢 戏曲啊 他从王国伟的宋元戏曲卡 进入了大学的讲堂 这个讲堂是无眠无趋焉带进来 黄国伟是把他积入了学术之年 到现在不够百年 而戏曲本身 在中国传统里面 是不登大人之堂 被文人学士带入 所轻视臭关联 是不登大人之堂 其实戏曲要研究非常艰难 戏曲 戏曲 一直到现在 还有 还有 许许多多存在问题 等待谈谈 戏曲还像一个广阔的原因 只要你除下一种 或下种子 他很容易也可以开发自己 所以各位 我们今天的课 会给各位打下一个相当深厚的基础 如果你们 按照我的课程 我的讲义 虽然我们上课时间不多 但是 你会收获 如果你只是要在这里听 那么你听这一堂课 下一堂课就听不懂 然而你就会 没有耐心 我并不是不会教书 而是 希望把我所知道的 亲 去所有 给我的学生 因为人与人之间 难得有这个缘分 但是 我不去面前任你 我只是亲我的所有 希望各位你了解 下个东西 我们把一些 很基本的东西 要先的各种 各位一门学位 刚开始研究之后 会碰到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就是 那就是 这个 许多名字 许多名字 还没有共识 那为什么没有共识呢 因为大家都 要开始的时候 屋内 万人生 在这个 广间里边 也就是说 我家里就有五十几种 戏剧史 称作 中国戏剧史 称作中国戏剧史 称作中国戏剧史 你们认为 哪一个会比较多 戏剧史 哪一个会比较多 戏剧史 那这两者 到底一样不一样 你们 如果留意一下 看看哪 每一个作者 他开始 有着导入虚问 应当开宗名义 要怎么样 对你的书 要破底解体 好像八股文 第一句就要什么 要破底解体 可是能够把 我写的戏剧史 或者戏剧史 什么叫做戏剧史 什么叫戏剧史 光提到你 就不到十分之二少 也就是十本书里面 对这个根本问题注意到 它加以说你 占比率很少 这是一个很根本的问题 因为 因为 严格说了 戏剧 戏剧 戏剧是不一样的东西 那么如何考察这个问题 就是你 就是你自学的 太过分 自学的名利的问题 我们 这个 我所说的中国 不是正式的中国 是文学文化 是文学文化 各方面的作用 是中华民主 所生存的国度 我们课堂上 说的是这个意思 所以我说我们中国 不是代表国在 所政治的实体 但是 我们中华文化的同学 是确实存在 所以不可否论 所以当我说 我们中国 是这个文化的同学 学术的同学 我们中国 因为 这一两一百五十几年来 受到列强的侵略 丧失了 民主制中心 所以 常常 数点忘记 包括在自学上 也都要 拿西方的 自学 态度方法理论 来套用 这个 学术的活动 是可以 彼此 借用有福的 可以彼此互相 这个 参政 这毫无问题 但是 有的时候 他本身是有个性的 有民主性的 有历史的 是不可以轻易挪用 比如说我在香港 中文大学 有一次的一个主题讲演 我就说 各位 我今天 要谈的是 戏曲的结构 你们一定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 我要谈这个 大家耳熟 能详的题目呢 因为 我所谓的戏曲 和各位的戏曲 并不完全一样 我所谓的戏曲结构 和各位所用来讨论的 戏曲结构 大力的戏曲 因为你们都把中国的传统戏曲 当作西方的戏曲 在讨论 所以 整个中国戏曲的结构 就被你们拟屈了 然后我说 中国的戏曲结构 是有外在结构 内在结构 而你们所讨论 只是外在结构 而不知道内在结构 而内在结构 而内在结构 才是真是戏曲 艺术的 依存的债庭 外在结构 只是体制规律 重现的债庭 是具种 分野的债庭 类似这样 那如果你懂得用 中国戏曲的结构 讨讨讨论 中国戏曲的结构 的话 那艺术文学 就会大大 如果你被人牵着币 该说的没说 不该说的说一对 同样的 细细细细 我们如何给它定位呢 各位 因为 凡是个名 必然 会不会有其实 一定要有其实 那请问 名 会不会随着时空而转变呢 会 因此名 会有 会有 民意时空 也有民同 时宜的 现象 这些 时空转变的 面 那么我们现在 拿来要做一个 巨种的 名字 作为我们中国 文学 院文学的 体列的最高 层次的一个 文学体育业的名字 的名字 请问 我们要不要参严呢 你起码要先知道 这两个民族 在整个中国的 文学文化 文学艺术里边 它最先请一首 在请言的时候 它的本意是什么 你一定要先知道 那么我们现在 又如何对待它呢 我们有没有 这个时代 受到的 外来的影响 有没有 我们现在 共同生活在 同一个时空的人的 约定俗成 约定俗成重要不重要啊 很重要 大家都那么说了 你一个人说 就没有 所以 每下一旷 你就不能说 你要就要说每旷 每下 因为 每下一旷 大家 大家不知道 晃什么意思 远光欲向 大家很容易解释 所以这个宗里 正好跟着时代来 那是同样的情形 那是同样的情形 而很遗憾 那 对于这两个名字 对西纪 两个字 我是注意到 我的一个朋友 我的一个朋友 在厦门大学的 郑上县教授 也注意到 我注意到的 他的 语言根源 是戏剧这两个字 在唐诗 唐人 这个 传奇小说 都出现了 郑上县 还在 辩文里面 敦煌辩文里面 他告诉我 我还是把它做出来 这个是我让 我告诉你 统合这三方面的 资料 清考战 细则 细则 细弄 细则 细谈 细 细 细 现在闽南话 还有没有 这个细细 细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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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正经八百的 还是 古迹 细细细 细细 ής细细 说她的本意 就是 谷激 灰蛇的语言 加上 音谢谢 所产生出来的 预演 就叫戏剧 好 这是 他原始的 这种表演会不会被当成一种名词 我们中国的语言会从一种本来形容表现的 变成了一个名词在运用 所以诗里边的未往逢真戏剧 这个真戏剧就是真可笑的意思 这个戏剧 如果说在这个什么呢 变文里边在描写一种表演 他说现在演出一个短小的戏剧 那么这个戏剧就是表演的名字 我们中国的语言里面常会有同个名词做名词 做形容词甚至做动词就可以了 所以戏剧的本意是这样子 戏剧呢 戏剧这个词汇结构 戏剧这个词 戏剧的词 戏剧就是戏来形容这个曲 戏剧就是戏来形容语 戏剧来形容这个曲 怎么样 乐曲 所以可见这一个戏曲 它告诉我们这个戏的演出 是以什么为主体的演出啊 歌唱的曲为主体 那可见以前的演出有没有 不以歌唱为主的演出啊 像戏曲 古剧辉曲的动作还有演语 那这个等于我们现在什么啊 相声啊 是不是啊 那么戏曲呢 就等于我们现在的戏曲 而这个戏曲出现的时代 不错 就是在宋代 而宋代是我们中国戏曲发展完整的时代 戏曲呢 出现的时代 就是唐代参军戏 那样古迹辉谐的小型的这个 以古迹辉谐的语言动作来表演的参军戏 所以这两个呢 原始的意义是不一样的 好 我们如果再追查 戏曲是早 还是戏曲早啊 好问题 是戏曲早 因为戏曲是简单 戏曲 因为戏曲 他的艺术性就高了 所以 戏曲 也就是戏曲的主行 小戏 戏剧也就是戏剧 这个戏剧发展完成的面貌 也就是大戏 这是我们从他的名称 一个是在寿代才有戏剧 一个在寿代就有戏 可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戏剧歌的感觉是什么 在舞台上演的话剧是不是戏剧 演出的舞蹈的舞剧是戏剧 演出的肢体的语言的梦剧也是戏剧 还有 这个 演出的歌剧是什么戏剧呢 用歌唱来演出是戏剧 用歌舞来演出的影是戏剧 甚至于用木偶来演出的木偶戏剧 也是木偶戏剧 乃至于电视剧 电视里面演出的戏剧 所以戏剧呢 就变成一个 在目前我们大家约定熟成的 一个范围很大的内涵的一种表演艺术 这个表演艺术 最根本就是要 要不要有故事啊 要不要人来扮演员 要不要人来扮演员 所以这个人也可以称果人、木 所以可以省略演故事的 都叫神经 演故事都叫神经 但是戏曲呢 它就相当的不少了 戏曲可以说已经发展完成的戏剧的形式 发展完成的戏剧形式 那么这个在咱们中国呢 我在十四几年前 在我的论坛里面 就给他做这样的定义 这个定义目前啊 大概不这么用 戏曲呢 未来和戏剧来分离 他叫小诗 等一下我叫什么 他叫大诗 是 所有无中 戏曲大戏 更是 戏曲大戏的 以把这个戏局 分作小兴大使 去论述戏局使的 这人在远害 我是第一人 在此先 我到大六路去 我穿了说 戏局小戏 是戏局的雏形 原生态 戏局大戏 是戏局发展完成的 这个 中俄文学 中俄艺术的面貌 没有人同意 而我们从来不这么说 于事后 我同时做了两件事 一件 把戏局小戏定位 如何定位 戏局小戏 这个小戏这个名字 从哪里 在历史文献上什么意义 它被埋在里边 把它彰彰出来 戏局大使 原来又是什么意义 它为什么可以作为 我们综合文学和艺术的原始 这是第一件 我们先做这样的功夫 我们先有你的理督基础 第二 照黑 两岸 吸取小戏 大戏的 学术会议 先召开小戏学术 后来再召开大戏 学术会议 距离现在 有很多人强 我的学生 在座的游树华 游校长 他是台湾戏曲学院 当过游校长 校长的教授 他就是来协助 办了这两大的学术会议 我们到大陆去 把心目中大陆的小戏 找了五个剧团 台湾本土的 挖了全手 找了八个剧团 将来放你这个剧团 应当说陆远啊 来做的 学术的工作 哪一天我正好出口去 这样请他放你这个剧团 这个资料 经过这样一个学术会议 现在两岸的戏曲学术论 戏曲小戏大使 就大家如属家中的运用 大家都说 利用小戏做出行原生 到大戏的这个发展完成 古今的戏曲的历史 很容易就可以说得清楚 包括地方戏 我们台湾的歌手戏 客家戏 打开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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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门行业刚刚开始 你就要搭出一些枪 建设一些观念让大家来遵循 那么这个小戏 比我们刚才所说的 这个戏剧 戏剧只是演故事三个字 他们小戏又是什么呢 我就参考了王伯仁先生 他送人戏剧史语 他认为 戏剧这两个字 他给我们下给你 王伯仁的戏剧的定义 是何根武的故事 我把它修改 说何根武 以代人 演故事 而这样的定义 事实上只是 戏剧 像戏 戏剧大师要像戏剧 戏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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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三个不同的层次 就看出了我们中的 人眼的表演艺术的三个大阶段的眼镜 因此我拿这三个关联写出来 各位看你们的 请翻看奖役 奖役的第一章 有没有 先前著堂赖戏聚 以戏群之焉勇及其聚勿 这个就成为第一章 这个应当啊 大概打错了 先前出唐代戏聚 以戏取小戏 第二人跟这 平行啊 这个是 这个是大陆要出版这样子 还是我们自己的 然后我们救人啊 救人还可以 如果他都出版这样子 这个是大陆要出版的 各位朋友们 先前这唐代戏聚 以戏取小戏 之焉勇及其聚勿口 是吗 你看这个时代的过程 先前到哪一个时代 唐代 都是这样的人 就是时代 都是戏剧到小戏的时代 每一个时代里面 有哪一些戏剧的剧目 哪些戏剧小戏的剧目 我考察了好像三十几个组 这是从哪里面的问题 也就是说从一种文献 广乎的一个文献里面 画出来 那你愿意为什么能弯 因为你已经有先做学术的定位 这三个定位 尤其开头的时候 只是这两个定位 那么在这之前 请各位看 我们这个讲义里边 这一不是自虚 对吧 虚论 细取 关键指出 练力定位考书 为什么要 这么做演言 细取 细取 练力定位 我们刚才说过了 细取中小戏大戏念意定位 也就是细取里边 细取的雏形就是小戏 细取的完成就叫大戏 他的念意定位 你们再看看他的纲目 文献上是小戏宇大戏 可见小戏大戏这个名字 你是不是造出来的 不是 是埋藏在文献里边 被大家注意 第二 练口以后学者 对小戏大戏看法 那这看法当然就正确有错误的 纠正他们做 第三 注责对于小戏大戏的见谜 那这个见谜就是什么 我当法官来把他判读定位 第四 细取具足命力定位 这个我们下礼拜再给各位 这也是在大陆每日混淆片 现在我也把它同意了 请先来梦中一世 如何分而即走 因为我做学人很重视这些 你不让大家服了 共同一个理路去探讨问题 我写的你看不懂 你写的我看不懂 那么谁能谁统一呢 就是我们自己 见过这个完整 这有学术意义 价值 大家就自然不聪明 这个没有什么分事 就是你比他高 比他强 所以我们开头的时候 定位这些 定位这些 当然要定位不止这些 可是这个是最根本的 没有前面这个戏论 第一章就无法成立 好 好 那么静安先生 为什么 我 要替他 加了这个 代言两个字呢 因为静安先生 自己也觉得 戏曲和说唱是不一样 那么说唱 本身 是另外一种艺术 说唱是用什么 用全知观点 说唱唱的这个人 他什么都知道 所以 张生心里怎么想 音音心里怎么想 他都知道 他都说给大家听 可是代言呢 就不是叙述的 说唱是用叙述的 全知观点 而这个 表演 戏曲的代言 你演员 就等于那个 剧中人物的代表 所以演员 说他 所做的表情 所叙述的 心里的话 都代表那个 那个人 所以他是代替他说话 叫代言 如果没有这个代言 如果没有这个代言 就不能 作为真正的戏曲 而会和 说唱不理 所以我给 静安先生 家的代言 静安先生 认为 戏曲 的艺术 主要在 表演 在歌 舞 就 肢体的里面 歌唱 就 歌唱的怎么样 你看 音乐弦 他的艺术性 比戏剧又提高一致 那你看 他里面含长的戏剧演组 有没有表演的剧场 一定有 有没有观众围着看 一定有 在那边写去 有没有装扮 一定有 所以慢慢的 我们 那 就可以把它观察 所以 小夕一边 有剧场 有演演 有歌舞 乐 因为歌舞里面 可能是南洋乐 有代言 还有 故事 这几个条件里面 他几乎 佔七个 那我们所写的这有几个呢 各位来看看 Sitch Gars 是在扳演引人入圣的故事 为什么特别强调 这个故事是引人入圣呢 表示他的故事 是不是简单呢 是不是在这个香菇生活呢 小时强 可以引人入圣 这是小西安 大西的最大的分裂 所以特别把它 表示出来 所以故事第一 诗歌利亚 注意诗歌为本子 所以中国的 性群是诗句 密切融合演乐和舞蹈 密切融合音乐 这三位是怎么样 一体的 能不能分彼此啊 不能够 这三个免学的基础 是融在一起 是中国性群诗 诗句 歌句 也是五句 三个免学元素 融而为一的 这是我们的 戏曲的直信 都一阵出来 好 诗歌了 加上杂技 各位想想想 杂技是加上的 请问杂技可以不可以把它不要啊 可以不要 它比较轻 可以讲唱文学的叙事方式 讲唱文学的叙事方式 这是小戏有没有啊 小戏没有 所以有小戏要变到大戏 一定要有什么滋养性啊 讲唱文学 因为讲唱文学有很丰富的故事 讲唱文学有 有什么啊 有很丰富的音乐 做滋养 这是第一家 故事诗歌 音乐 舞蹈 杂技 讲唱文学 六个了 通过演员 冲任 与角色 伴世人 请问这三者之间 有 有演员 有角色 有人物 但这三者之间 能不能分离啊 不能够 所以这三人是合二为一的 所以可合为七 但是可以分为三个 变成九个 运用戴恩典 运用戴恩典 注意戴恩典是绝对必要的 所以八分也可以十分 在狭隘的聚场上 注意聚场一定是狭隘的 不可以打 你们也会觉得奇怪 你们也会觉得奇怪 我们这么兴趣 不能像西方兴趣大剧场 把剧场排在马路上 一边走一边看 天堂就睡个天堂 一边看一边走 我们就是固定一个狭隘 像我们教书这么大 已经了不起的大剧场 在古代 所以是狭隘 也就是说我们能不能把马牵上去演 是绝不一次 但是西方的就可以 所成天出来的中科文学 中文艺术里面就是 水艺艺术 这种艺术是水艺的 你看它有九个 也可以说有十个元素构成 大西为什么会那么往成立 大西的直线都在里面 我们下个礼拜继续往下来 谢谢各位 各位听得懂吗 听不懂得举手 听得懂得举手 好 我希望你们都听得懂